大家好 开车了 很多花友给自家的茉莉花进行修剪换盆 特别是一些老庄的茉莉花 老庄的枝条生长活力 而且换盆之后久久不冒新芽 一些茉莉花下过这盆是当年生的枝条 生长比较有活力 修剪过后过上20天左右就萌发了不少的新芽 那么老庄的茉莉花出现江苗的情况 我们怎样去促进它都冒芽 其实这些老庄的茉莉花它是生长幼了一点 它至早会冒芽 不过有些花友担心它错过春季影响它的早逝 用这个方法促进它冒芽 用HB101天然植物活力素 一滴对1000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晶盈 然后均匀的给它浇灌 这种天然的活力素 它可以激发植物的活力因子 提高其株的一个生长活性 激活其株的细胞活力 然后促进它更快的恢复生长 而且还能有效的提升其株的抗病性 抵抗能力 还可以活化土壤 每隔10天我们浇灌一次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然后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 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0度到25度之间 更有利于它后期长牙 好了 再见